而面对禽流感或许也是一场硬仗 嘉义县经传高病原禽流感疫情 农文会昨天证实 嘉义县蒲子市一处肉鸭厂 感染了H5N8 日前扑杀了超过6000只的肉鸭 今年初呢 鹅感染了禽流感病毒 导致全台有将近9成的鹅都被扑杀 迫使许多鹅肉摊 改卖鸭肉或是亭业 没想到现在连鸭也染病了 嘉义县家属疾病防治所表示 这波禽流感对养鸭业的冲击 目前应该有限 而且也已经在追查除鸭来源的 云林县台西乡的除鸭饲养场 结果预定在一个礼拜内就会出炉